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做素包子,首先准备3个西葫芦,清洗干净擦成丝。 装入大点的盆中,加入适量盐,搅拌均匀,放一旁腌出水分。 取一个小碗,打入4个鸡蛋,搅散。 油温低一点,倒入鸡蛋液快速划散。 炒成这样的小颗粒备用。 锅中水烧开,下入一把粉条,然后关火把粉条泡软。 这个是腌好的西葫芦,已经出了很多水,把里面的水分挤干。 装入碗中。 泡好的粉条,控水捞出,切成小段。 也装入碗中。 再加入炒好的鸡蛋。 最后准备一颗大葱,清洗干净,切成葱末。 加入碗中。 加入适量油,盐,鸡精,五香粉,少许香油。 搅拌均匀,馅料就制作完成了,放一旁备用。 下面开始和面。 盆中加入400克面粉,4克酵母粉,搅拌均匀。 加入220毫升温水,搅拌成絮状。 揉成光滑的面团。 揉好后不用醒发,直接一张案板上,拖成长条。 分成大小相等的面积。 把所有剂子揉圆揉光滑。 擀成包子皮。 全部擀好后,取一张包子皮,中间放上馅料。 用自己习惯的手法包起来。 全部包好以后,放入温水锅中,开始醒发。 醒发至1.5倍大,按压非常的有弹性,开火。 水开起时蒸12分钟,煤2分钟,出锅。 这样,我们的素包子就制作完成了。 这样做包子不用提前发面,简单省食。 可可白白胖胖,松软不塌陷。 馅料也是好吃不油腻。 喜欢的朋友关注收藏吧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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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